最后我们来看这个叫AI Knowledge Map 就是AI的知识地图 那我特别强调 它怎么样 适合发散性的思考 所以呢 如果今天老师 没有想法 没有灵感的人 你就用这个 因为我们刚刚用 Chrypt-GT这样的概念 你是不是要不断地跟它做问答 对不对 所以你必须要知道 你问了一个题目之后 我后面还要再问它什么 如果你真的没有这些想法 怎么办 就搭配它 来我们来试看看 这里你可以点开 这里有个网址你可以点开 好 那这个网站呢 支援中文 所以其实蛮方便 虽然你一开始进来 它没有中文 但是没关系 来这里呢 我有帮大家准备一个题目 其实 我之前问的题目是另外一个 因为这两个礼拜 有没有很多学校都在举办 看这个班清会 对吧 所以如果你想要问他 班清会要干嘛 要怎么规划 你也可以问他 但是因为我们今天是 自然科领域嘛 所以我们就换一个 哈哈哈哈 你看 国中物理不是有学过波动跟声音吗 好 那如果说老师要用这个章节 来出一个什么 题组 也就是说我先有一个情境 你看哦 我告诉他 要有一个题组 对不对 然后呢 请他先有一个题组的这个情境的描述 而且我还要求他用大雄跟哆啦A梦的故事 你有没有感觉我们都是在看卡中 哈哈哈哈 就用大家比较熟悉的 发生冲突 这样当作是他的故事背景哦 然后呢 接着呢 就依据这个情境 帮我出三个有关于波动跟声音相关概念的单选题 而且每一个题目呢 要有四个选项 这样以后老师出题的时候 有没有感觉 可以比较轻松一点 哈哈哈哈 好 来我们来试看看哦 我就用这个 这个部分呢 给大家看 好 你看我把这个内容复制起来 那我进到这里来之后 按下去 老师有没有发现 他已经预设就帮你选好翻译中文了 好 没有问题 你就把题目放进去就好了 那你就按送出 那他这里有告诉你 他需要两到三分钟好好思考一下 有没有 没关系啦 我们就送出 我们来看一下 经过他的思考之后会变怎样 好 你一开始呢 你也会感觉到 好像跟我们确论基地一样啊 他就开始根据你的题目 开始做回答 好 没有关系 这是第一个 他就有点像新制图的概念 他会自动在延伸 那 他这边有一个好处就是说 他会怎么样 会根据你这个 第一个回答出来的内容 自动在延伸第二个第三个 就是说 依据这个延伸出来 有没有看到好多的 有同学 有老师说有好多的 事实上他在右手边 你看 他会从四个向线 往上 往右 往左 往下 有没有看到 右下角这里 对不对 等一下话还会更多 因为 现在有没有 好像一个人两只手 一直在写 有看到吧 他会再延伸 等他写完了 会再继续往后面延伸 一直写到没得写为止 所以我刚刚为什么特别强调说 这个很适合什么 没想法 没灵感的人 因为他帮你问问题嘛 对不对 他根据 AI所产生的内容 再继续帮你衍生出更多问题 那我们来看一下 老师你如果要放大 怎么放大 在左下角这边 有没有一个 左下角这里 有那个放大跟缩小 这边没办法用那个 Ctrl加滑速滚轮 网页的放大 那如果你要看全部 你可以像这样按这里 你看 他帮你想这么多 他还在继续写 这样有没有 整个发散出来 对不对 我问一个问题 就延伸很多东西出来 好 那我们靠近一点来看 来我们靠近一点 先看第一个 就是说 我刚请他做的这件事情 他帮我产生了什么内容 来 首先你看 他有没有一个情境描述 像这样 老师你们看到的 每次问都不一样 所以你自己做的 跟我做的会不同 哈哈 老师以前 你在出题目的时候 你会不会觉得很烧脑 因为我去参考 参考书 就会被骂 因为我不能出一模一样的 那我只能改名字跟数字 有没有 现在有没有感觉 不用依靠那个什么 出版社提供的那些出题系统的 你要出很多情境都可以 所以只要跟你的这个专业确实有结合到就OK 好你看哦 认为室内声音传播比较快 大小认为室外的 他们讨论了很久 争吵着 对不对 好那我们看他的给我们的题目好不好 来这边 那他的题目如果超过的 您再滑鼠滑到旁边 这里他会有个卷轴哦 好那我这边没有 所以就还好 来首先第一个你看 声音是透过哪一个物质传递的 对不对 好第二个 两个不同的物质敲地 敲几声音传递方式是属于哪一种 这个就要问老师 这我就不知道了 但是老师应该都知道 对不对 好 那这样 这是第一个哦 那我们来看哦 他旁边到底衍生出什么 来来来我们拉到旁边 有没有把声音传播的 影响的因素 列出来了 对不对 好像这样子 这里也刚好都没有 超过的 来我们往下 有没有声音的频率跟振幅 这个就旁边就有卷轴 有没有 在这里 你有没有感觉到 我们平常问同学 同学没有那么多想法 可是AI有这么多想法 好换换这边 这里讲的是什么叫共鸣 对吧 好 你看这往旁边 共鸣是怎么产生 有没有跟他一样的 所以你看 他是根据这一个 什么是共鸣又 怎么产生又延伸出来 好 那 您透过这样的方式 你就发现 哦 原来 可以想好多哦 如果老师 你要做一个比较综合性的一个 这种题目的话 就可以像这样 那延伸出来的 如果有些东西 老师觉得 这个已经牵涉到电子学 化学太多了 这个可能不太需要了 我们就在他的右上角这边 有没有一个小小 超级小的垃圾桶 你可以把它删除 这样子就可以拿掉了 这个 就是这个节点就可以拿掉 那如果老师 你想要在这个节点之下 再去增加新的东西 你可以按一个加号 有没有就可以再放进来了 对不对 而且哦 你看哦 他很棒的是 因为 我刚刚这个节点是在讲共鸣 所以 他就跟你讲 那你可以问看看声音跟 声音的共鸣要怎么改善音质 有没有 连这个提示都给你 如果你觉得要这个 你就点他 他就直接生成出来 如果不是 你就自己打 这样了解 好 你看哦 所以如果是这样 好 按下去 送出 他就根据这个 也没有产生出来了 这样整个知识的架构 就出来了 因为 这个网站 这个AI的 chip.gt网站 我发现 网路上我比较少看到 人家介绍这个 大部分都只介绍到chip.gt 对不对 就是单纯的问答 但是这种 发挥AI的功能的 他 像这样子 直接帮你联想出来 其实也是很不错的方式 所以 因为这个又是免费的吧 您就可以直接试看看 也不用注册账号 老师不觉得吗 而且 你有没有感觉到 chatter everywhere 还有刚刚这个知识地图 有广告吗 没有对不对 这样我们教学现场使用 是不是相对方便很多 也不会尴尬嘛 因为有些时候 那些广告实在是 不太适合 这样您了解了 好 那 这个服务呢 只有一个小小缺点 假设老师您真的觉得 嗯 他给我的这些内容不错 我想要拿出来 您看看 你有没有办法直接复制 有没有感觉到你只能脱衣而已 啊怎么办 所以 用手机拍 然后再 智慧镜头是这样吗 好聪明 但是这样有点辛苦呢 哈哈 不要用手机的 因为智慧镜头 已经内建在Chrome浏览器里面 您有两种方式 我先用老师刚提供的这一种 你只要在空白的地方 按滑鼠右键 就是 这里 来您看一下 空白的地方 有没有发现 有个叫做Google搜寻图片 这个其实就是 智慧镜头 所以你看哦 我按一下哦 好 这个时候 他会 要求我 好 你要 看的是哪一个范围 把它框悬起来 来我就把它框悬起来 这样是不是就框到了 您看一下右手边的变化哦 有没有看到智慧镜头跑出来了 对不对 那这个时候 您就可以直接从这边 把这个文字复制起来 好 你可以做搜寻 那我也可以点到文字 好 然后呢 选取所有的文字 顺便请他朗读出来 字 声音在光学现象中 如何产生作用 这样老师以后上课就不用一直讲话了 声音在光学现象中的作用 声音在光学现象中 主要通过以下两种方式产生作用 这样老师会了 这个是用Google智慧镜头 其实Google智慧镜头也是AI的一种 那当然你也可以直接翻译 看你要翻成什么语言就直接翻译也可以 这样是第一种 好 那第二种呢 如果你全都要怎么办 你看他本身是有提供下载的功能 这个网站本身没有提供像我们刚刚chipgbt可以把它分享出来的功能 所以你只能下载下来 有没有发现这里可以下载 就输出 那我就把它输出 可是他输出的格式呢 是 一种格式叫Jason 他是一个文字党 那如果老师您在有用过大数据 很多现在不是有 所谓的open data 政府的公开资料吗 比如说我们的Ubike啦 或者是那个 车流的状况啦 乘车的资讯啦 火车啦 捷运啦 这些通通都有什么 这个大数据或者是我们空气品质 那我就可以 存成这种Jason的格式 但是这种格式呢 他是 纯文字 可是你打开你会觉得比较难看 那怎么办 我这边有提供一个 老师您可以参考一下 在这里 在我简报第10页 简报第10页的 后面这个 有没有叫线上Jason的Viewer 你就不用 在什么安装软体 我们用线上的就好了 点到他 您就可以直接 超联系我都帮大家准备好了 您就从这边直接打开 那 你也不需要翻成中文 漏的data就好了 把你的资料叫进来 来 我就去找到 刚才 所下载的那个档案 好我们找到下载这里 就是他 打开 好 那您看 左手边就是你打开那个 我们讲说那个什么 原始档的样子 这样是比较不好 不好 复制对不对 你看右手边 右手边这里 好 他就照您的那个节点 好这里我全部收起来 你看像这样 有没有 我里面总共有 21个节点 就是他刚产生的21个 那个联想 那 那每一个节点里面 第一个节点 这里 有没有就你问的问题在里面了 对不对 然后呢 他的回答 他的回答在这边 在下面这里 在下面这里 你就可以把这个 复制起来 这样您了解了吗 那 您有看到这 有一些符号 这个 或像这个 这个是什么 老师不知道有没有用过那个 Notion 有一个笔记软体 叫做Notion 我们现在呢 很多 有那个语法叫做 Markdown MARK DOWN 有这种语法 什么意思 就是说 老师平常我们在 Word里面 你要 设它为标题 标题二 或是项目符号 还是清单 您是不是都直接从上面这个选单直接去设定 对不对 但是呢 现在慢慢的有些人觉得说这样太麻烦 因为 这样子很不方便 所以呢现在有些人 就是 有一种语法叫Markdown 这个部分我们在PowerPoint里面 在Word里面 现在也有都支援 在Google文件也支援 比如说像 我现在给大家的是不是Google简报 好 那您看下面这里 下面这边 这是备忘稿 点到它 点到它 有 对不对 如果我要这边变成一个项目清单 我只要按下 信号 你看我是不是打一个信号 然后空一个 有没有就变项目清单 这个叫Markdown语法 这样您了解 我不用去找选单 所以刚刚我们所看到的像这里 如果我要它是标题 大标题 我这个请字号 空一个 这边 那个它里面没有支援 请字号 这个 但是如果我们在那个 Google文件里面就有 所以 你看就可以像这样子 我就是不是就很轻松的 我就 速度快的 就可以直接 熟的就直接做嘛 我就不需要再去 我的标题一标题二在哪里 这样子 慢慢去找 这个叫Markdown 那我们 Knowledge 这边啊 其实你在产生的时候 刚刚大家可能没有注意到 在这里 有没有叫Markdown 有看到了吗 所以如果你不希望有那些符号 你就单纯只有文字就好了 你就把这个 拿掉就好了 这样它产生出来的就不会有那些 看起来像特殊符号的东西 好那 刚刚呢我们所看到的 应该在这里 你没有发现呢 在这个地方 有没有自动变粗体 这里 是不是这里是项目符号 所以 我们刚刚的这个东西 来您看在这边 有没有 提主勤进 有没有两个警罩 这就是标题二 然后换行两个 这样了解了 所以这个是额外话 就跟大家 分享一下 如果你不希望有这些东西 就记得把那个Markdown mode 关掉就好了 只是说它在呈现的时候 那就没有像这样有出题啊 或者是这些变化 它可能就是很单纯 就一行字一行字一行字 这样出来 那变成你后面自己要再整理就对了 好 所以我们 跟老师再分享一下 这一种 没有想法 没有灵感的 请AI来帮帮 OK OK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